十号顺利拉拢四位教主 成为自己的超级保镖 整个仙谷将在无人感动十号一根头发 书接上回 当影血魔术一族彻底覆灭之后 十号取出两杯雷结液 递给了刚才帮助他的两位教主 八臂魂族的老祖一饮而尽 当即盘坐下来 运转神功开始进化诅咒 而利仁族的老祖则是为他护法 防止有人偷袭 片刻的功夫 八臂魂族老祖的体内排出阵阵乌光 燃烧起来 他的眼中透露出激动的神色 忍不住一声长啸 将周围震的地动山摇 困扰他多年的诅咒 终于在今日被彻底进化 利仁族的老祖见熟人成功 他心中波澜起伏 连忙喝下雷结液开始进化诅咒 很快又是一声长啸响响起 仙谷内又多了一位解除诅咒的教主 十号看到两大教主成功解除诅咒后 便准备将剩余的雷结液发放给先前 一直维护他的几个部落 八臂魂族的老祖开口说道 目前仙谷的形势不容乐观 外界的致强者可能会冲杀进来 我们现在应该优先为最强的人进化诅咒 而后各族挑选出了族内最顶级的天神 让他们在第一时间进化诅咒 此地一下子多了不少天神 全都盘坐在虚空中运转神功 纷纷解除了诅咒 那些与十号敌对的原住民们 却只能眼巴巴地看平 如今十号周围天神灵力 看起来是如此的高大与神圣 所有敌对势力都彻底放弃了 抢夺雷杰叶的愚蠢想法 尤其是十号最后又救活了两名浑恶的教主 四大教主级的保镖往那里一站 毫不夸张地说 整个仙谷没有人再敢动十号一根头发 这时人马族与古魔族也凑了上来 他们表示也一直在出手守护十号 希望可以得到部分雷杰叶 十号果断回应道 我曾说过马月与魔洛曾经截杀过我 如果你们不将他们问罪 就绝不可能得到雷杰叶 远方的魔洛与马月怒斥道 一个外来者凭什么敢如此嚣张 雷杰叶是属于仙谷所有人的 你这样作为作福 是想要让所有人都听命于你吗 这一次还没等十号开口 周围的天神遍替十号冲杀了过去 马月与魔洛彻底慌了 他们只能拼命逃窜 远空三千周的修士们看得目瞪口呆 十号真的凭借一己之力 聚集起了庞大的阵营 这样一股力量在不久后 或许真的可以掀起一场风暴 此刻十号又将一些雷杰叶 送给了八壁魂族与利人族的真神 几位教主劝道这样太浪费了 应该多救一些天神 万一真的与外界发生激战 天神才是影响战局的关键 然而十号表示 魂族与利人族等都曾经尽心保护 这些宝叶一定要分发下去 十号要做的就是亲疏有别 这样下次渡劫时 才能让更多强者真心追随于他 因为不少强者都知道 十号与外界的道统水火不如 故此只是为了换取雷杰叶 才故意向十号示好 等到外界大教真的攻进来 有一些部落会选择与十号共存亡 他们看好十号的潜力与未来 这也算是一场好赌 外界教主杀进来后 他们若是能保住十号 将来得到的回报 恐怕不会只有雷杰叶那么简单 年仅二十岁就修出三道仙器 达成神王道果 若是修炼到教主境界 将来上界还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十号自然也是明白这些道理 身边此刻虽然高手伶俐 但是真正的同路人却没那么多 所以他又对着众人说道 谁若是能将马月与魔落的头颅取代 剩下的雷杰叶将会赠予他们所在的部落 毕竟有些人在浑水摸鱼 做样子更胜过实际付出 十号抛出这个诱饵 就是为了记住有哪些强者是值得信赖的 但此刻人马族与古魔族则是彻底傻眼了 那是他们族中的顶级战力 自然是不想见两人死去 同时族内也有一些人在怒骂马月与魔落 若非是两人截杀十号 他们的部落也能顺利分到雷杰叶了 这一月仙谷波兰激荡 有人开始暗中走访各族 希望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十号 很明显这些都是对十号充满敌意的人 就比如被十号斩杀的七大天神的后裔 这样的人自知不可能从十号那里得到雷杰叶 故此暗中挑拨离间 到处为十号招惹仇恨 另一边马月与魔落在逃亡的过程中 也拜访了一些古地 希望可以唤醒一些沉睡中的教主 让他们出山对抗十号 并且他们找到的都是与八臂魂族 丽人族等有仇的部落 为的就是可以激化矛盾 希望可以牵制住十号身边的教主 甚至还蛊惑到可以直接斩杀荒 并夺走雷杰叶 而且还有人可以替代荒的位置 就比如他们正在拉拢的六冠王宁川 如今仙谷涌动 各方势力为了雷杰叶不再平静 不少教主级的人物也开始从沉睡中复苏 这是一场风暴